市務所長請就座 奉議長之命向大會報告 今天簽到出席議員已達法定開會而訴 現在請主席張議長宣布開會 盧市長 楊副市長 市府各機關首長 本會議員同仁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好 現在開始開會 宣讀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台中市議會第三屆第一次定期會 第三次會議記錄 時間 中華民國108年4月19日 星期五 時時55分 主席宣告開會 一 宣讀確認第二次會議記錄 決議被查 二 專案報告 一 環保局業務專案報告 含清潔車輛 濾煙器安裝 除余政策 清潔隊員禁用及管理 文山焚化爐掩埋場何時關閉 大台中空污問題及隆井 西屯 南屯區 空氣污染物 PM2.5致癌物超高如何因應專案報告 二 經發局業務專案報告 含於市場漁獲溢價 員工投訴 烏日國際會展中心新建其成 北區屠宰廠遷移 市長上任後爭取多少企業投資案及經費 各局處含跨局處如何具體落實市長前殿後廠自由港政見 推動再生能源策略與其成 文山工業區開發進度專案報告 三 建設局業務專案報告 含水南京茂園區各項重大建設工程進度及完工日期 水銀路登落日泰患專案後續處理進度 大支路打通辦理進度專案報告 提出詢問議員 謝明元 賴家維 陳本天 陳文正 吳瓊華 陳淑華 劉士舟 陳廷秀 張耀忠 林德宇 黃守達 黃新惠 黃仁 林榮靖 林奇峰 蘇柏欣 朱暖英 羅廷偉 何文海 冉宣 楊正宗 陳正顯 蔡耀傑 張家安 李忠 陳成天 江兆國 吳顯生 朱元宏 邱樹貞 黃建豪 蔡健豪 張家安 張家安 李忠 陳成天 江兆國 吳顯生 朱元宏 邱樹貞 黃建豪 黃建豪 張家安 張家 陳青龍 李榮宏 張靖芬 周永宏 張彥彤等議員 建議事項 環保局業務專案報告 含清潔車輛濾煙氣安裝 廚餘政策 清潔隊員禁用及管理 文山焚化如掩埋廠 何時關閉 大台中空污問題及隆井 溪屯 南屯區空氣污染物 PM2.5致癌物超高如何因應專案報告 一 目前本市 環保清潔車輛仍有使用排放黑煙的柴油車不在少數 為提升本市空氣品質及維護民眾健康 建請市政府應加強環保清潔車輛太久喚新 保養維修及加裝有環保署認證之濾煙氣 每年搬離檢測確實提升車輛妥善率 有效降低車輛排煙情形 並建請APP系統 增設定位系統 方便市民查詢 減少等待時間 二 本市為全國第二大城市 環保局清潔人員兼負責改善環境衛生及維護市民健康的責任 建請市政府應提高臨時工 契約工待遇及考試任用 並加強清潔人員平日教育訓練 勤務評鑑 公平透明的晉升制度 提升服務效能及勞動尊嚴 三 文山焚化如設備老舊 運轉效能逐年下降 維修頻率費用易隨之增加 三 掩埋廠部分 掩埋面積已盡飽和 建請市政府辦理 環境風險評估改善必要 設施引進先進技術管理 以保障居民生命安全 並規劃其他新的掩埋廠 盡早封閉 另 厚里焚化如汁如渣已盡飽和 因减少回收量 大理掩埋廠灰渣污染 問題 因提早因应防治 四 本市人口众多工廠林立 造成环境污染物复杂 尤其是细悬浮为例 更是危害市民的健康 市政府应积极找出污染源 如西屯 隆井 大雅区 中科及周边 并拧定因应对策 成立小组 及时监控机查 检讨中国的机组运作情形 及老旧问题 要求台电厨艺 并持续与中央协商 落实减煤政策 确实降载 落实本市深煤自治条例等 订定具体总量管制 并公开临近学校及居民健康影响程度调查评估报告 以确保本市民众健康 经发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鱼市场鱼获溢价员工投诉 乌日国际会展中心新建旗程 北区屠宅场迁移 市长上任后争取多少企业投资案及经费 各局处和跨局处如何具体落实市长 前店 后厂 自由港证件 推动再生能源策略与其成 文山工业区开发进度专案报告 一 请市政府加强监督台中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落实已拍未卖鱼获作业要点 秉持维护批发市场公平交易机制 保障供应人及承销人公平及公开支交易平台 避免价格受到人为控制 透过每日拍卖前鱼获抽验打官 以杜绝检验未合格之鱼获进场交易 保障市民时的安心 并请经发局 政风处 主计处组成专案小组 调查四大市场104-107年财务收支报告 二 新建乌日会展中心 细微解决水南国际会展中心完工前台中展览空间不足之问题 未来关于乌日地区 新占南段二地号土地 请示政府配合乌日高铁站区的都市计划 朝向展演 娱乐 娱乐的多功能设施中心发展 以复合商业环境带动饭店 礼品 高饼 旅游业者之进驻 提升居民就业率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评估商场 展场比例 在线乌日复都心繁荣 三 北区肉品市场限制之设施动线 早期 一 各阶段需求逐步开发建设 为现今设备逐年老旧 请示政府审慎评估适当签厂地点 或与大安区农会肉品市场联合经营 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评估 以建立全新形态肉品市场 提升本市整体肉品卫生水准及维护肉品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 签厂前持续改善邻近区域生活品质 四 请示政府积极规划相关产业政策 强化台中招商引资及展销能力 打造产业聚落并提升技术能力 以前电后厂自由港三大经济策略达成美好城市 富强台中愿景 并建请提高关联工业区之融机率 加速开发 五 一 中央再生能源推动其成 自2025年 能源配比需达20% 请示政府透过全面盘点工友听色 用电大户评估光电绿能屋顶之措施 积极协助简化行政流程 及加强宣导各项再生能源措施 提升全民绿能意识 增加再生能源设置 提高设置小组织层级 以其达成目标 六 文山工业区迄今尚未开发 应涉及产业政策 生态富裕等都市议题 请示政府进行规划评估可行性 并积极沟通协调 以落实本市产业辅导政策 提升经济发展及土地使用效益 建设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水南经贸园区各项 重大建设工程进度及完工日 水银路登落日泰换专案 后续处理进度 大致路打通办理进度专案报告 一 水南经贸园区为本市 占地最大的一处开发计划区 园区内除规划有五大专用区外 另规划有三大基础建设 及五大亮点重大工程 为部分工程进度有延荡之情形 请示政府全面检讨规划之合理性 加速办理并做好各项整合工作 并严格控管进度 一 计划如期如值完工 将台中市建构成一个完整而顶迁的智慧城市 二 有关本市水银路登落日计划 泰换工程案发生履约争议 市政府应积极处理 并确实依合约内容及设计规范执行 对执行不当或不法人员 应于查处 针对第七公区终止契约 请市政府依相关法令规范 尽数排除面临的困难 辟使工程顺利进行 完成 以达节能减碳 减轻政府财政支出 打造成为最健康明亮的生活都市 三 大之路打通以延荡多时 请市政府积极办理征收作业 尽数完成协议架构程序 对于被拆除建筑物之民众权益 应在合法范围内给予最有利之补偿 避免民众抗争 霹雳道路开辟工程顺利进行 散会15时27分以上 大家有没有意见 请林德宇 议员 欢迎 谢谢 议长 上礼拜的业务专案报告的建议事项里面 有关经发局再生能源推动策略的部分 我想还真加一个部分 就是 建请市府应设立由副市长陈吉主持的 再生能源推动任务编组及专案办公室 加强推动校园重电优先设置光电球场 以增加全台中市太阳能光电装置容量 这个部分再请议长来指示 请议事主列入 好 谢谢议长 继续 市政府专案报告 一 交通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捷运公司人员增补高阶与基层人员比例不当 即考试程序设计与实际执行 酒后代客驾车或指定驾驶政策 中央修法规范无人机市政府应应策略 文新路号制标志设置 台中捷运进屯区太平大理雾峰 74线交通线况困境改善说明及解决方案 台中捷运绿线蓝线进度 二 农业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农产品外销规划与成效 台中市动物保护防疫处 动物收容及管理线况 南屯可爱动物区营运管理 林木河根并及农作物春相防治 农损市政府相关补助计划 三 水利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绿川新城计划修正执行与在地沟通情况 大康桥计划执行情形 四 观光观旅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妈祖文化园区及沙雕美术馆建设 东风自行车绿廊边坡工程砍树 征求大会同意 专案报告都有署名资料可参考 就不再请局处长报告 请直接由议员同仁执行 好 那请 请张耀宗议员欢迎 好 谢谢主席 市长 台中市的绿线捷运在民国93年由行政院核定以后呢 到今年 到今年 都算了将近十五年 八十五年了 那其实台中市民一直殷切盼望捷运绿线赶紧通车 赶紧通车 那在胡志强时代呢 胡志强当市长的时代呢 在2014年的8月23号 胡志强曾经信誓旦旦的说 捷运绿线一定要在一百零五年通车 那现在一百零八年也没通车 这没关系 在林家庭时代 2020年的 2018年的9月3号 他也曾经说2020年绝对要全线通车 那我们的鲁市长就任以后呢 在4月4号 接受联合报访问的时候 你一直在强调 说希望能够把捷运的绿线 一定在2020年通车 甚至呢 能够提早让捷运部分通车 包括我是台中市民 我们听了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非常非常高兴 那但是呢 我最近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专案报告 我特别到很多个场站 去给大家看了一下 那也询问了相关的资料 那这几天呢 我甚至在家里 把我们这个叶昭府局长的专案报告 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很可惜的 我发现叶局长的专案报告里面 对捷运 绿线捷运核实通车 居然知智未及 知智未及 那我刚刚我特别强调 我为了 希望捷运真的能够到2020年 就是明年 能够按照这个时程表通车 我特别去看了几个场站 那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几个场站 目前的状况 给市长还有我们的局长看一下 好 请控制是放一下照片 好 能不能再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好 放大一点 可以吗 这个是G6 这个是G6的目前一个状态 特别要跟市长报告的 G8目前我们是把它设定为打造地上28层 地下六层的住商大楼 但是目前它只盖到第四层 起到第四层了 起到第四层了 下一张 下一张 好 这一张是G91 还有G92台湾大道站 目前的一个状态 好 市长 我发现目前都是一个 非常一个 还是一个工地的状态 那我现在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局长 好 那你招商的进度 目前怎么样呢 目前我们有七个场站是联合开发 目前招商的进度是怎么样 来 请回答 局长 谢谢易作垂讯 目前招商进度是G8 文化高中那一站 已经有投资人进场 有进场了吗 那其他六站呢 其他六站目前在依序的招商当中 那今年度年中会办理招商 那等于说 好你请坐 等于说七个场站 目前啊 只有一个文化高中在有人进场 好 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 工地 场上成为工地状态 然后联合招商的状况是几乎接近零的状态之下 市长我请问你 2020年能不能真的 能够按时通车 能够入时通车 来 局长 市长请回答 报告议员 招商是招商 通车是通车 这是两回事 那我想我们必须 是长站 是长站 别很糟糕 对对 目前的状态 因为就是通车是通车 招商是招商 那这是两回事 那最重要是我们希望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那明年底2020年底前 能够顺利的通车 那这是我们希望做的一个目标 那因为任何重大的建设都有它的其成 不过最重要是一定要能够安全 那第二个当然天后也能够配合 因为有时候下雨也没办法施工等等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包括从胡市长一直到林市长 那这个工程有拖延的原因 那不过呢 我们现在希望 就是能够在明顶一点 我觉得我们强力的希望做 但是这种不能保证 因为如果万一不够安全 我们也不会为了通车而通车 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的问题 那所以我想最重要是在安全前提之下 那么我们强烈定出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2020年前能够通车 谢谢 好时间到 再来请陈庭秀议员发言 谢谢主席 市长、副市长、各位首长、各位议会同仁、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上来 我想刚刚郊州议员也提到 这个绿战其实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但是我现在很忧心的是我们这个蓝线 这蓝线的话 中央总共要负担452亿 那我现在我们了解的中央这八年八千八百亿的前瞻基础建设里头 全部都是举债 而且算特别预算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我们那个 蒋处长 处长不好意思 我想请教一下 像我们这个特别预算 它不是有一个规范是在紧急必要的情况之下来使用来动植 而且都是举债 我现在有个疑惑 如果说明年改朝换代了 会不会有说有任何的变动 有没有可能 如果主政者认为说 这个不符合我们这个特别预算的一个需求 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 国家的政策是延续性的 我相信不会 所以说这个是OK的 好请坐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替我们所有的市民感到很可惜 因为之前大家每到每个地方 大家问了就是 据南线到底要不要做 现在我可以很肯定应该会做 因为不管是之前局长的业务报告 专业报告或是市长的实证报告都提到 而且今天我们也看到120年要正式通车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现象 那我要先就叫一下请教一下 我们那个业局长 市长不好意思 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有18个车站的站这个点位 那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在综合规划是明年要完成 明年底完成 是不是 对目标是明年底 那明年底完成的话 我们这个18个车站的这个点位 它的这个规划 是不是在综合规划的时候会跟做一个地方说明会 跟一座报告 其实综合规划的时候会按照每个既定的车站的相关 可能土地技术线型等等 都会做出比较详细的规划 那也会跟地方说明会 就是会举办地方说明会 我想这个可能要做好精准的一个规划 因为每个 我想每个乡亲都希望是靠近自己近一点 所以说到时候会有很多争议 我想这个到时候我们一起好好来研究 那当然 这个 有关 我们现在目前 整个进度 我们是已经进行 已经开始启动了 是不是 是 然后现在我要提出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们里面 我们的自偿性金会有300多亿 我想这个我们比较不怕 因为未来应该是 这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里面有提到 土地的征收会用才34亿 那我想这个跟实际 跟实际的这个一个现象 应该是不符的 所以说这个可能要再好好的研究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真的要做 要做的话要精准到位 不要让乡亲说 这个公斤呢 那我说土地征收拆迁才34亿 26点多公里 很多都需要做 需要做这个拆迁补偿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要请 我们局长这边要精准的来 研究一下 把数据比较精准的一个写出来 这样让我们觉得说 真的是有真的要来进行 好不好 谢谢 好 那第二个我想请问一下 那我们里面有提到这个水利局的部分 我想请教一下叶局长 现在大家很关心这个南山节水沟 那南山节水沟到底我们现在是有没有权限要做 现在有很多人在问说 这个杀戮工所这一段是不做 到底做不做 那个我们换局长 抱歉 水利局换局长 好跟议员报告 那个南山节水沟现在算一二期已经在执行 那第三期呢 我们有跟三合局有先跟他告知 说我们希望能争取议员关心的 再往后续来做 那我们目前三合局是也是请我们准备 那列入前瞻的第三期可以开始申请 有规划就对了 有规划 但是就是等第三期可以申请的时候 我们就会提出这个相关的经费 谢谢 因为乡间很关心 现在因为地方也知道说 那你到时候可能要有拆迁 一些问题 所以说大家在关心 到底要不要做 因为这个经货好像也算蛮大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要拜托局长那边大家一起来关心 好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 再来请苏博星议员发言 好 感谢主席 来的议长 好 我们的市长 副市长 各级处所长 我们的一位同仁媒体记者小姐先生 张梅齁 很早就睡 妈祖把我拖忙 这我还要拖忙 所以我刚才问他说 你八点就来这么多 我还要开火 没有啦 没有那位孫总统 因为屯区那个所在 我们就交通建设 杂道 较缺 所以说 如果来到吃都要差不多五十分 就快地来 因为 我们现在杂道 刚才看到的 我们的 七六岁的草湖交流道 这段有叫我们市长 当初的政策 的政策 也应该决定 在这个中旬 还要来征收 这条钱 也将近 有便利 当然 市有三千万 这条 OK 所以说 这个草流交道 这部分 没有问题 在德方南路 这个的北下杂道这一段 我要请教我们的交通局长 这是在习家 一百空四年到现在 要够是这个原地踏步 局长 请报告一下 德方南路的北下杂道 这一段 你要怎么交代 北下杂道这段 要够是中央 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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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做评估 评估 已经几年了 你看 104年到现在 从胡志强的时候 到现在 四年 都空转 到现在 也都没有动 但是要做 再说 预计会在110年 一起完成 那根本就是工程 所以说 局长 这部分你要去跟中央合条 很快的速度 那要对插代理铁 打在那里去到哪里 我困难吗 那没有我困难 台阁铁水 那大都在浪 那时候代理铁不做 总局长 这个我们要强势下去阻挡 不用花那么多 不用花多少钱 可以完成的地方的大建设 让我们的工医区 让我们的客人 十九个交通 忙去做一个改革 你为什么不去做 总局长 今天这个报告 我对这部分 比较不满意 总局长 这也是我们市長 在那里的政见 一定也要完成 局长 先努力好不好 再来 我要来请教我们的農若教的局长 这两天 我们地外有道乐病 道乐病 已经发生 当然我一天 我也第一时间 去武方看 冬府的时候 看到很多地外 都在那里 在我们台里 要我目前在補救 在武方 已经是少年严重的情形 農委会 他给我们说 所有的 这个胖雕 一公斤要来補助 多少 四万五 你请我回答 我现在 在中两个月 我又去 这个好消息 我也是去跟他们做一个選手 结果你也不知道 他们那些人都不敢胖 我说是什么不敢胖 都不敢胖 都不敢胖 那叫做孙五国 你跟主餐人 回去来 他对他们上 他感觉 利利皆辛苦 这种标准 这个孙五谷的 这个胖雕完全都没有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政户 有什么措施 比照 当时我跟你讲的春相问题 我们来做这方面的加强补助 来它補救 不要让他去胖雕 所以你知道 目前我去看一看 没人胖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地方都没人胖 所以你今天 農委会要補助 四万五 原本那就是家庭 人家都没人胖 这条 当时的意义是说 来 我们市政府 你给我们一些 报道 来给我们 报道 跟这些 可以带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浪费 我们来做一个万求 这方面你报道 好 好 谢谢 市医院的指教 我想 倒热病的问题 因为这一期倒座 最近的一个气候 那个潮湿 还有那个高温 所以容易发生倒热病 那这部分 因为农民 没有啦 现在有做改革嗎 我们现在有做的 要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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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金 我们也有这个措施吗 要補助 要補助 因为我们一般果实是 2000块一公顷 水稻部分 我们再来看 我跟你说 你要去实际上去了解 没人要碰到 很多啦 補助 已经看到都没办法改革 所以说 農委会 好 时间到 再来请 谢明源議員发言 主持人 大家以前 我想我请教農会机长 我相信大家吃一个农产品 你也担在太平 你也先说了解 大小的农党 以外 还有一些 甘霸 还有那个 文新兰 丁丁 火候等等 我想大家 孙子 吃一个农产品 你身为农会机长 我相信 最大的设计 不是说 要怎么 我们北京地区 这些农产品 福岛行销出 出去 然后福岛农民 不可以建策 不做 宅存 不協助 定定 我看你的报告 在这里 108年 到三月 外销 六千一百万 几个出去 这到底是外销 那里 是哪里的国家 也没有写出来 没想到 这外销多少 都没想到 你说外销到哪里 你立明报告 你先解释 我这么解释 你先解释 还有 你的专门局里面 有执行成果中 我看你执行成果中 也有全炒做的工作 你也列入全炒 签入你的执行成果 还有 未来的 市场开始要做的 你也列入 执行成果中 我希望国庁 你既然非国庁 做局长 你相当熟悉 用一个心 进入状况 要求你锁死 他已经在做 你的成果报告里面 积极参加国际展售活动 跌函 2018年 台湾优质冬季水果特卖会 是2018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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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政府就做过了 后来 你中国受光国际 什么 私塞科技博览会 这是 四月 二十到五月 要做的 这未来要做的 你也可以在这里 执行成果 所以这都趁在这些 还有 你农月子列出的 拓展外销市场 我看你 第一行 台东的豐冬外销 大街的豐冬外销 四十斤 现在这是全炒 有的东西 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 是四十斤 要加倍 甚至第三行 红农国外销到加拿大 三百公斤 现在全炒做的东西 二车在七月分裂 十九年七月 燒到加拿大 就已经到达2160公斤 兩千多公斤 所以我是 希望你在这里 你要打算 你未来要做什么 而不是把前套做的 你要拿进来 做你的AG 还有的是 处于在促销 迁团的阶段 这我希望 你自己 我跟你讲 你回去 在你视频报告 我来 第三行 奖励国外市场 实销计划 你这第一项 舞蹈奖励拓展 港外国外市场 和地乡上办理 港外的奖励 都一样 你都练得完全一样 要再算 是指引成果 所以我是跟 你用一点心 后来你拓展百合 国外市场的施销计划 你说要出口 十四万多 十四万一支 十四一万支 但是 我也不知道 谁说要去外国外市场 你跟市场的配合 但是 这是市场的港 簽的 到底你这十四万支的百合 是要照一堆 也没想到 我想做 寒虎 不清楚 后来 最近我看到 这些内积 已经开始要开火了 我知道 他上面 我就说过 他的天地 春相 这春相反处 最多重 他相信是你内积 在这里而已 已经背了到国外市场 我跟这些爆災 有什么 国外市场也有 春相 所以我希望 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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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長 唯一做 又做不到 我是不愿意 你知道你这次農業局長 现在 你是不是专家 多用年薪 我相信 二月到三月 只要开火 所以开火 最重要是要用 化学来繁殖 所以化学繁殖 好够 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做 一月二月到三月 你们想说是要化学繁殖 共同期 然后你要補助 米公金兩千元 到最近補助到前面 你把它消化 你知道吗 三月之后 你才会物理繁殖 物理繁殖 物理繁殖 是三月之后 和四月之后 软片 你要收购它两万 你也已经不错 2元变3元 但是到最近收购软片 成效如何 我现在要了解一下 我去去年 去年收十几万 十几万多片 然后今年是要收多少 不知道 没有写出来 再来你生物的繁殖 成功 荔枝的天地 是贫乎小枫 我以为我丁蓋 就说贫乎小枫 最重要 你要示范 做意外 来示范贫乎小枫出来 贫乎小枫 贫乎小枫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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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大 再来请陈文贞議員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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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 北京 議員 사를 我們有把一些工程削掉 我想這個樹木把它砍直之後 我們有沒有計劃要把它持栽直回去 跟議員報告 近期內我們已經辦理了好幾次的會堪 那有邀請工程專家以及生態工法的專家 到現場去實地會堪 那生態工法專家這邊有提供一些專業意見給我們 之後我們會在這個邊坡上面 重新的再植入這個適合的植栽 那這部分我想會重新的把它做綠莓化 好感謝局長 因為這個樹木對於都市叢林來講是非常非常難得 所以我希望我們局長 如果要種樹可不可以種真的樹 不要像以前一樣 近期內包含我們的火波 近一張也動作植栽百萬植栽計畫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這過去發生這個問題 我希望我們局長可以注意 另外我要請教我們局長 我看我們的施政報告 裡面有提出很多的我們管理局未來做的方向 但是好的部分我還是要肯定你 但是有一些問題我還是要請教你 我們過去相當自豪的國際機場中進中出這個問題 過去也有理中議員質詢過功 這個根本就是一場空 航班消失的速度比航班增加的速度還要快 關於這一點航班 國際航班的訂定規劃 我們管理局這邊有什麼 要做什麼努力 別說人你不要跟我們門口 人進來我們家門口了 針對國外旅客的高通 還是住宿景點的串聯 我想要請教我們局長 我們有做什麼努力過嗎 是謝謝議員垂巡 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關於國際入境 國際入境的部分 管理局這邊目前已經做了許多的規劃跟努力 包含了刊登在這個日本香港 以及泰國曼谷這邊都有刊登這個國際入境的廣告 那另外呢您剛剛提到的這個就是航班的部分 其實呢我們在這個國際入境主要是靠這個台中國際機場 以及台中港來引流到我們台中市的各個景點 那台中國際機場這邊的航班呢 確實有您提到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現在也在著手的 不斷的努力在拓增這個國際航班的部分 但是還是要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因為航班這個主要的權責單位呢 是中央政府的民航局 所以呢我們會協助航空公司跟民航局這邊來做溝通 希望能夠恢復多一點的國際航班 好感謝局長啦 那我想喔 人進的來 人進的來 也要把它留下來 我想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啦 過去我們 我們台中交通網路不發達 所以觀光客 要到各個景點不方便 但是我相信 我們國中也去到澳門 澳門第一條捷運今年才完成 可是他透過喔 那個 飯店 穿著 傳說巴士的串連喔 我想 航班 航距的 增加喔 搬距的增加喔 讓那個各個景點的串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這點我希望我們喔 局長喔 加緊努力跟我們交通局喔 來研究喔 把整個景點喔 把城市景點串出來 那我們那個齊波嶺有做的 心動台中喔 把台中介紹的那麼好喔 我相信我們台中的景點 再來請何文海議員發言 感謝主席 市長 所有議員同仁喔 記者朋友 大家老早齁 我的進步很多就是說 我們的 專案報告量以後的建議事項 學得非常好 我們的藝術組做得不錯啦 是不是說做得這麼好到 我們的市長啊 是不是市府的團隊啊 我們要辦法照我們的建議啊 用心啊 去完成啊 我們議會啊 從 早上九點半就開始按燈齁 大家都非常的認真啊 有效嗎 我不知道齁 是不是要請市長啊 特別我們議員關心的每個案子啊 加強去 督導 所有的各級處的 一些建議事項齁 我今天要說的是說 南屯呢 南屯呢 南屯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可愛動物區啦 民國八十幾年為什麼有可愛動物區 北區都沒有 只有南屯有 為什麼 因為當初啊 省次會立委啊 在我們南屯啊 在我們南屯啊 在大杜山上啊 收容了一些流浪狗 流浪貓啦 附近的居民啊 非常的抗議 非常的不爽快啊 後來政府為了縮死殘疾啊 就在我們現在的可愛動物區啊 蓋個可愛動物區啦 當初不敢用 不敢用流浪狗流浪貓的收容手啦 用一個可愛動物區 欺騙我們南屯區啊 就黎明啊 感覺說 那政府不錯 蓋個可愛動物區 當初啊 養了非常非常多的是動物啊 頭鳥 什麼山羊 差不多有二十幾種 孔雀一大堆的很多 很多 假日禮拜天啊 很多學生啊 到那邊去參觀啊 蓋得也不錯啦 可是這慢慢來啦 什麼我們的政策改變啊 那個不能 建養動物啦 我們的所有的可愛動物區啊 都沒有可愛動物區了 都剩下什麼 毛小孩 毛小孩 我認為啊 當初蓋的本粒啊 就是可愛動物區 你就要繼續執行啊 可愛動物區啦 不能過了十幾年換了朝代啊 以前的不算了 要建養動物不能養啦 尊對 毛小孩跟 跟小貓 市長 我認為啦 在我們的 藍屯地區 當初蓋的 跟現在不太一樣了 以前啊 頭鳥一大堆 小朋友 假日都去參觀 台東是沒有動物園嘛 最少一個地方 最少一個地方在那邊 有一些學生 幼稚園參觀 不錯啊 順便看一些 毛小孩 但是 欸 兩千其美啊 結果你現在不是耶 說不可以 過去 以前 市長 以前的鴕鳥 兩三隻 最少三隻四隻 市長過去 為什麼現在沒有了 三兩十幾隻也沒有了 全面在那裡的頂部 都要幾張 為什麼 動物都沒有了 紅切 我送 可愛動物園 我送兩隊 頭鳥 也沒有了 最少四隻五隻的頭鳥 三娘 四五隻 十幾隻 現在沒有百隻 現在到底是怎樣 你有沒有說 給我們解釋一下 好 謝謝 何妍的指教 那個 可愛動物的這些動物 原來有 二十幾種 但是因為 被他們頂部了 不是啊 這是因為那個 他年紀漸漸大 有的病死 老化 會還死啊 老死的 這個東西 動物就是救了以後 他會自然的死 那個好 他沒有再補充新的 鴕鳥的壽命多久 你說 鴕鳥的壽命啊 鴕鳥的壽命啊 鴕鳥的壽命 這個我再來查一下 了解 他在頂部了 鴕鳥壽命最少四十年至五十年 這應該不可能有這樣的行為 那不然你找出來 那個財產 我們再了解一下 鴕鳥是不是財產 我再了解一下 因為這事情我 我 已經 事理不在 那個市長 今天在我們南屯的可愛動物區 現在不可愛了 掛鴕鳥賣狗肉 以前是可愛 不可愛的 拜託市長 以前有的 會回鴕 當然你們的政策也不錯 什麼不能建養動物 其實啊 不能養 建養動物那個 好 時間到 再來請楊正宗議員歡迎 好 謝謝主席 我們看這一本的專案報告 東厚峰自行車道 綠廊邊坡工程 三十七頁 我要請教我們觀光局 鄰居長 這個東厚峰自行車道 第一次變更設計 一百零七年 十二月二十五號 千鳳 千鳳和可 變更設計 千鳳和可 變更設計 我請問 這個千鳳和可 是誰簽的 報告一座 是官旅局的主任秘書 千鳳的 官旅局主任秘書 十二月二十五號 十二月二十五號 剛好是交接的時候 對不對 你們主任秘書把它簽了 千鳳和可 好 那麼這一個 你上任之後 為什麼 要做變更設計 你了不瞭解 是廠商要求 還是市政府 疏失 設計有錯誤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要做變更設計 是廠商要求做變更設計 還是市政府 趕快說 是報告一座 變更設計的部分 跟這個8K的這個邊坡工程 是沒有關係的 它是一些路面的這個鋪平 還有一些欄杆的損壞的修繕 好 什麼原因 就是地方反應 需要 地方反應 也不是廠商反應 是 也不是市政府規劃設計錯誤 又規劃 又設計 都不是 是民眾反應 是 那為什麼當初的時候 沒有納入民眾的意見呢 你有沒有了解 是 當初其實在 當時要做這個邊坡工程的時候 的確是沒有收到這些資訊 好 市長 從這個地方 我們來談一個問題 前朝政策 不盤點 工作有效率 迷迷糊糊 簽 簽合可 這邊有我幫你安排的一個 流程表 107年8月6號 招標公告 預算金額 4000 2720萬 那麼107年8月21日流標 107年8月23號 第二次公開招標 開招標 那麼107年8月28號 第二次開招 第二次當天就拘標 開招完之後 就拘標 拘標金額 3690萬 那麼 107年12月25號 变更设计何可 千奉何可 那么107年12月28号 溢价绝标 预算 这一个变更设计金额 159万 159万 市长 我要从这个地方来讲 台中市政府这一些局处首长 你们上任之后 对这一个政策 前朝的政策 有没有去做盘点过 现在这一些前朝的政策 可行的 我们让他继续的走 不可行的 错误的 你们有没有拿出来做检讨 今天 东厚峰自行车道 把最有卖点的东西 这一个绿因 全部砍掉了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回复 什么时候能够回复 这就是什么 政策 没有去做盘点 上任之后 就算已经绝标了 为什么不能够依据合约 能够停工 或是能够解约 重新来检讨这些政策 就是迷迷糊糊的 去做了 做了之后 被老百姓 被我们网军 骂得要死 市长 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还有不有 台中市政府各局处 你要不要要求 报告议员 盘点工作一直在做 可是政府组织太大了 工程的这些发包 绝标内容太多了 说到现在为止 还没弄完呢 我们会加速进行 我们会加 为什么要你们各局处 或在一些高标文件的 对一个快诊 出招机会来 时间到 好 时间到 再来 请刘诗舟议员欢迎 谢谢老主席 市长 副市长 市医宿馆 每两位朋友 一位同仁 大家也知道 随理局 我们办局长 我想昨天 礼拜天 凌晨两点多 一个墙降雨 让我们一位 在咏春端路708号 范姓的市民 因为我们的生活物水管 不知道是阻塞 怎样 造成他家里面 淹大水 昨天早上 七点多 他跟里长反应 里长可能是因为礼拜天 不知道找谁 结果昨天晚上 四点多 九点多 跑到里长那里 去大吵大闹 那时候打电话给局长 对不对 随理局在哪边 这边 我打电话给我们副局长 真的也很感谢 你马上先早上派人过来 早上我有去会看 我发觉 他说他的生活水管 在这三年已经四次堵塞了 我就搞不懂 我们的生活水管 怎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你们通常讲过 可能是里面的管子小 有塞到 或是说可能 我们的水务管 跟沸水管 混在一起 会准备 这个问题 这个面穿 三年 膝盖 储作大水 而且说他奈富而已 其他隔壁没有 我希望这个民众 真的是感觉非常痛苦 也希望说 我们新的适合团队来 无论如何 这个问题 要帮他解决 好不好 不要再为了这个事情 里面跟市民 咱们打起来 这一点我希望 能够为我们这市民来 请命 好 接下来 关于我们的 隆跟许 我们对于 这个农产品的外销 的规划 我想实际上称口 说我们很多的 农产品都积极要扩展到 日本香港美国家等国家 其实说是 如果说比较稳定的话 应该是香港比较近 而且他们的消费各方面 也比较能够去接纳 我们一些比较高档的一个水果 我想上 上个月 我也有请两位 我们年轻的香港贸易商 他们其实很多现在香港年轻人都已经搬到台中这边定居了 为什么 他们看好台湾 看好台中 可是他们想要说看到韩国瑜去推销水果 他们也很想说推销我们台湾水果 甚至台中的 可是问题说他们没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对口的单位啊 跑来找我其实我也傻了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他们今天会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们长期在香港跟台湾跟大陆做生意 他们发觉香港的那个水果的售价比台湾贵了将近三倍啊 中间有很多的利润的空间 那我觉得说你现在目前你对于积极推展国际的活动中 你的通路上都是透过外贸协会 或是办一些这样的一个事实等等 我想如果说这些的单独个体的贸易商 他们如果有意愿来做这样的一个我们农山品的到香港的推销上 是不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对口的一个窗台 而且他们的所要的东西不是只有台中而已 可能也有其他县市的 可是他们不了解 甚至他们为了想说听说谢龙界推销 把他们去找谢龙界 我说你最好是先找公家机关或找龙卫等等 可是他们不了不是很清楚 我想这一点是不是也能够提供给你们事实的参考 对于这些个体的这些贸易商 我们是有一套办法能够请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农产品 虽然数量没多啦 不过积少成多啦 我想这个可能也会蛮实际的 因为他们是在商严商 他们也知道说香港哪些地方上那样 他的整个通路在哪里 因为你当时你签什么通路 签签而已 后面到底有没有谁知道 可是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啊 因为说在商人只要有赚钱 他们就一定会去做 好不 既然我提供好 我们如果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个的思考 再说啦 关于我们这个林菩萨 市长我记得以前林前市长 这样子是林安乐史啊 现在怎么改变林菩萨了 那是表示说安乐史自己继续执行 我现在市长是这样子 我问局长好了 我们的公共局长 我们的动物啦 你现在是没听我说的吗 我说差点没听 好 再来请周永恆议员欢迎 好谢谢主席 好我们的市长 各位局处首长 我议会的同仁跟我媒体先进 大家午安大家好 呃 农业局长 刚刚显然你没有在听 我们同仁在问 那我们何温海议员刚也讲 我想我们可爱动物区 这个活要见人死要见死 你既然说是自然灭亡 到底灭亡到哪里 也要讲 刚刚我们这个刘议员所提到 其实也是我正要问的 就是有关我们这个动物保育啊 尤其是流浪动物的这一块的处理方式啊 到底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本来在你的报告里面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谢谢周议员的主教 动物保护我们现在是 整个中央政策就是 灵扑杀 所以我们就现在在执行中央政策 灵扑杀的这样的政策 在执行动物保护的项目 灵扑杀 那如果有人通报这个流浪动物 你会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 所有动物都是灵扑杀 局长我觉得你没有用心在农业局的很多的议题上面 因为我们从刚刚几位议员所问的 我发现你都没有 这个完全是状况外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进入状况 好吧 那有一件事 我要特别提出来 其实我们从我们的 您请坐 从我们市长的这个施政报告 然后到我们这个金发局的报告 一直到我们今天农业局的报告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不管是说要推动台湾的经济发展 台中的经济发展 还是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外销 都提到了要走向国际 但是我看到了所有走向国际 坦白讲 从12月25号以来的走向国际 我看到只有香港 只有中国 只有大陆 包括我们的这个令狐副市长 我们的报告里面也写了 在市长的施政这个报告里面 讲到的是 这个我们的令狐市长 带团到福建去 签了拜访了好几个城市 我看到我们金发局上礼拜的报告 讲的也是到香港 到好几个大陆的城市 今天我们农业局里面的报告 虽然讲的是也提到了文来 加拿大 美国 香港 日本 等等等等 但是日上 去的也只有香港 签约也只有大陆 仿佛我们的国际市场 只有中国 我们的国际市场 怎么会只有中国呢 为什么一上任之后 我不想在这里谈这个 什么一国两制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为什么我们只有把我们的市场的推广 放在香港跟中国大陆 这是一种偷懒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 我请教一下 我们农业局长好了 因为今天专案报告是你 你拜访过我们的这个美国商会吗 你拜访过我们欧营驻台湾的办事处吗 你拜访过我们欧洲商会吗 来请回答 我演指教 我们现在还没有去政治拜会 各位这些单位 什么时候要拜会 没关系 我相信你不会拜会 来 经发局长 我请教 我们既然都在讲国际话 那我请问一下 我刚刚讲的 包括我们在台湾的美国商会 欧洲商会 欧营处 台湾办事处 这些我们都拜访过了吗 我拜访过 AIT 礼拜四下午 他这个立处长 我们一起吃饭 对那是什么时候 然后谈了什么内容 上个礼拜的事情 这个未来我们跟美国的规划是什么 美国的规划 因为他这个 美国的这个局处单位非常多 那我们谈的就是经济问题 那我也跟AIT的官员谈到 就是说他希望说我们去过去投资 那我们希望他来投资 这个是互相的问题 这个我肯定 我们进发局长的努力 局长您请坐 谢谢 我要强调就是 这个世界的市场这么大 世界的市场这么大 不是只有中国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市府团队从上任以来 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中国 不管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的这些省份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严重的倾斜 也是一种严重的偷懒 同时我在那边要强调 事实上现在的国际局势对台湾是最好的 对中国大陆其实是最不好 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 再来请陈贞贤议员欢迎 谢谢 谢谢议长 市長 各位局處首長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議員同仁 大家找 市長 難免 因為剛剛執政也幾個月 難免你的團隊跟前朝 你的政策的執行以及施政績效 難免會讓民眾 甚至議員拿來比較 這是一定的 這無可厚非 但是本期在這裡要跟你提醒一下 其實要替我們的民眾也好 我們的廠商找出路 是要找一條活路 什麼叫活路 因為所有的產品有它的特性 比如說你農漁產品 你賣到汶來 鄰近的地方你不賣 港澳 大陸 甚至東南亞這些國家 它的運輸的成本比較低 相對的你會比較有競爭力 你的東西的新鮮度也會更好 結果我們在之前 我們在前四年的時候 把我們的農漁產品賣到汶來 第一個 你的運輸成本增加 第二個 你賣到汶來 那麼遠的地方 你的農產品的一個新鮮度會降低 適不適當 好不好 其實我相信以在座的各位 在各局處的一個專業來講的話 應該有你們各自的想法 包括農業局的農漁產品 未來經貨局當然你的產品 包括什麼太陽品 這一些它的跑存期限比較長的 不影響它的新鮮度的話 你可以賣遠一點 其實產品有差產品的特性 應該要去做一些分類以及區別 這樣才是對我們台中的這些商人 以及農產品的這些好朋友 找一條真正的活路 接下來請教一下交通局 針對中節的部分 台中節的部分 本期向你救教一下 你的機電完成 我記得在你以前的專案報告裡面 機電完成的前半年 人員才開始招募 對吧 這是你之前講的吧 是不是 是啊 那我請教一下 中節的這些機電完成 什麼時候可以驗交點收什麼時候 以及什麼時候 我可以說 目前機電部分在做全線的測試 測試完之後就陸續做點交跟移交 陸續是什麼時候開始 幾月開始 目前大概測試要三到四個月 所以大概七八月左右開始 假設七月來完成的話 完成驗交 開始驗收 開始點交的話 那等於說以你剛剛的論點 半年前才人才招募的話 那就是108年的1月才開始招募 當然去年從105 106 107的這些招募 你的人員招募 當然你那時候還不在 我們台中市政府 請問你有什麼看法 這些人員來了兩年半 請問一下 中節現在一個月的人事費多少 報告一座 月列一千萬左右 多少 千萬左右 一個月一千萬 市長 台中市的公學 八百六月兩年外 一個月一千萬 台中捷運還沒開門就在哪裡了 你這些人員 而且你的專案報告裡面寫的 他是來還要製作系統訓練教材以及工作說明書 像是讓你都沒有就對了 包括在未來北捷 宜交令也都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要提早兩年多禁用這些人 一個月一千萬 而且這些人員 如果以你剛剛講的話 今年1月才開始禁用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用二百三十個 目前有歷史的三十幾個 這不是在浪費公堂 為什麼才在浪費公堂 我要向你麻煩局長做一個專案的一個清查 你的公開援覽跟公開招考差在哪裡 公開援覽 106 107用九十二個 公開招考 106 107用九十二個 請問公開援覽跟公開招考差在哪裡 這如果要用民間 比較適合的公法 公開援覽就是我私相授受 我請問要向來就向來 公開招考就太過客氣了 公平嗎 你用的這些人是從哪裡來的 另外 再跟你請教一下 未來北捷 因為台灣市政府在上個禮拜有成立一個 捷運車輛以及設備品質的一個監督小組 北捷需不需要來說明 到專案小組說明 需不需要 不好意思說 上次在專案小組會議有決議 我們會請北捷一起來 他們要不要來 我們會請北捷一起參與 我跟你講喔 本席也是專案小組的成員啦 他如果不來的話 我重申那天在委員會的意見喔 不來的話 他北捷有跟我們申請公管會保留80% 等他願意來的時候我們才爐數給他 為什麼他不用來 只要我們台中市政府的錢 他也讓我們來 好 再來請樓庭委議員歡迎 好 謝謝議長 還有我們市長 還有我們媒體大哥大姐齁 大家早上好 那 市長 我覺得齁 一個很棒的質詢 就是不管我們說什麼 都是希望我們的局處首長能夠有些許的改變 這對我們來說就是今天我們花這五分鐘來講這個議題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結論 那我想先跟市長報告 也請各局的局處長 都麻煩你要記得聽一下 雖然這不是你的業務相關單位 但是我希望你們都要聽 第一個 我們應該有整個市政府來做浪浪的靠山 我先講農業局就好了 農業局我希望你們的收容所 你們的死亡率能夠再降低 雖然你們有跟我討論過 但我覺得好還要更好 死亡率 我希望你每年都做統計 交給本席 我會監督你們的死亡率有沒有降低 第二個 多元認養 第一個我想先拜託市長 有沒有機會各局處的網頁 能夠配合認養宣傳 我覺得這只是技術上的問題 要做不要做而已 應該整個市府一起動起來 做網頁的配合連結 第二 市長 有機會我們自己辦活動的時候 能不能也公開讓更多的這些動保團體 來擺設我們的一些任養攤位 或者是我們的動保宣傳 配合我們的活動 這些配合者我相信都可以無償 來配合 不會增加我們任何的負擔 第三個 我希望我們有行動任養車 市長 我們都有那個行動的那個圖書車 什麼車 以後有沒有機會做一個任養車 我希望您能夠好好的 再來我們一起來研討一下 再來 我們的任養站 農業局的局長 我們現在的愛心任養站有32家 來配合 我希望今年你能夠衝到50家 這是我給你訂的一個功課 拜託你 我也拜託市長 未來我們有機會 能不能來積極的推動校犬 社區犬 來做配合任養 因為我們現在農業局有在幫忙 訓練這些流浪犬隻的基本禮儀 相信未來對這些浪浪來說 他們可以來接受我們這些人與人的相處 放進我們的校園生活 是可行性的 我們像日本 他們都有一些可愛動物區 讓孩子跟這些動物做一個交流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您能夠考慮 我也要提醒 農業局 我們現在有在做犬隻世主行為的訓練課程 懇請你在各裡 各公園 或者是我們東區遊寵物公園 開設這樣子的課程 讓民眾能夠接觸到 這個要拜託你 交通局局長 我必須在這邊提醒你一下 74號環線 我們的六順這邊的南下的閘道 上次你也在我們的一個宮廟 配合林佳龍演戲 林佳龍叫你去 我知道你不能不去 因為他是交通部部長 配合演戲 我們已經歷經了 已經這樣子這麼多時 我們的南下的一個閘道 到現在可行性評估 過了沒 好 趕緊加速這個流程 我希望能夠在四年內看到這個東西 不要只是一直在紙上談兵 我也要再次的拜託你 南區沒有一個閘道 但是我知道這個要做閘道很困難 但是本席要提醒你 通往南區跟彰化的這些流客人 流量都會通往在我們的高鐵站 在那邊再接我們的建國北路 我希望你能夠好好的 在提前有沒有機會來做一個分流 甚至加強我們的一個道路指揮的一個 標向 標誌 能夠讓遊客能夠提早在五全西下 不要全數在上下班時間 都聚集在我們的高鐵站前 這一點 拜託你來評估一下 好 再來請黃仁議員歡迎 謝謝議長 我們市長 及各位各級處的局長 及媒體朋友 還有同仁 針對 我們交通局 結印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在目前都在網羅很多的人才 能夠在對我們大台中地區的結印 能夠奉獻的更好 那當然我們在禁用的這個部分 你們有沒有針對原住民就業這部分 有禁用到多少的人數 待會你再請你回答 那另外 我們針對台灣燈會 當然我們榮幸 能夠在台中 那我要請教一下我們觀光 旅遊局 燈會 確實是對我們 整個都會區的一個行銷 也是一個形象 讓我們大台中 像這一次屏東 辦理的燈會裡面 能夠參觀人士 一千四百多萬人 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當然 當然台中 就是一個重點 我們是第二大城市 那我相信 你又已經在開始著墨 那我不知道說 我們在燈會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想過原住民專期 那請你回答 是報告議員 我們這個 2020台灣燈會 目前已經緊鑼密鼓的 在籌備當中 像今天 這個質詢結束之後呢 我們其實就要召開 第三次的燈會籌備會議 那由市長親自擔任召集人 所以整個台中市政府 是非常重視明年的這個燈會 那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呢 台灣燈會辦在台中 當時就已經吸引了 將近1400萬名的這個觀光客 所以我相信明年的燈會呢 渴望可以突破這個數字 那議員剛剛您提到的 這個原住民的這個部分 您放心 我們對於原住民的這個 燈區的設置絕對會有 而且一定會規劃的這個美倫美奐 那也到時候也會請這個議員 提供寶貴的意見 謝謝 謝謝 我相信市長的眼光 能夠借降到台中 那當然 我們在台中是一個指標性 在整個的中章頭來講 以中部西部左廊這裡 是一個具有指標性 尤其是針對原住民這個部分 很多意識形態 一旦碰到一個政治問題 就拿我們原住民作為當先鋒 但是我們我們一直認為 政府要得正 政府要照顧 不是一直照顧到弱勢 我們不是弱勢 我們應該是受到尊嚴 人錢跟生活的照顧 那當然燈會是一個整個全國裡面 能夠誰辦得好 我相信我們曾經辦過 也有1400多人士 我希望能夠比這個更好 這是我們期期期待的 那另外我們交通局我想請教 就是剛剛我所問的未來的捷運 每一個廠站裡面 車站裡面有沒有原住民的意象 因為什麼 我們是多元的文化 一個大城市 有沒有重視到這個原住民的意象圖騰之類的 因為桃園機場都已經有這個方向 都已經在做 那我們大台中是一個 廣納百川的一個城市 我相信你有這個智慧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謝謝一座的隨訊 剛剛一座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的原住民人數 待會因為我剛好邀請我們 台中捷運公司的董事長也列席 待會他會先回應 然後第二個剛才一座提到的原住民意象 這部分後續我會跟我們捷運公司這邊 來思考看有沒有可能在其他這些場站 或是相關的活動的搭配 我們可以把相關的元素融入 好 那董事長請回答 謝謝黃議員對於原住民就業的關心 目前台中捷運公司員工總共有200位 那麼原住民 目前我的公務車的駕駛也是原住民的朋友 好 中午休息30分鐘 中午休息30分鐘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